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心动动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在我回过神之前 一切似乎都回归了了品尝 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诗 我也不意外 我和莫妮卡四目相交 她对我笑着 我很好奇她究竟像沙尤丽说些了什么 有个分享师了 我们先给 我们先给沙尤丽好了 看她才好吗 我觉得她还不错 拜托 连我都看得出来你不喜欢她了 这一次好像 我印象中是没有选到沙尔丽喜欢的字眼 所以 你不用为我的看法担心啦 毕竟你这是写给另一个人的不是吗 大概是下数 我没有特别为任何人写啊 也许吧 不过那也不是我想说的就是了 但是没关系的 你在交新朋友就像我希望的那样 我这个情节 这种台词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那种 希望另一半可以多去认识 自己 尤其是自己的朋友 然后就是多一点社交 希望 希望我的朋友一样也喜欢我的 另一半 但是 刚看到他们的感情变好的时候 应该就会嫉妒了吧 应该就是这样子 这让我 不是她 这让我非常开心 你也很开心对吧 在这个社团里 嗯 我当然开心啊 很好 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哦 谢谢你亚记 萨丽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嗯 没事哦 我只是今天有点累而已 好吧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告诉我就行哦 嗯 我会的 不要为我担心好吗 你可以去找别人玩哦 如果你坚持的话 耶 我今天要稍微早点回家 嗯 萨丽 请你告诉莫妮卡我不太舒服 好吗 明天见 在我来得及说些什么之前 萨丽已经哼着歌 开心的走出了教室 这才不像身体不舒服了 我接下来给谁呢 先给莫妮卡吧 因为有事情 跟她 萨丽要走了 我现在也把我的事分享给你好吗 好 来了 这一次也很长哦 看一下看一下 the sky victim of the currents of the wind day after day i search i search with little hope knowing legends doesn't exist knowing legend don't exist exist but when all else have fight but when all else has failed me when all others have turned away the legend is all that remains the last dim star glimmering glimmering in the twiddle sky until one day the wind cast to blow i fall and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even more gentle as a feather a dry quilt expressionless expressionless the expressionless but a hand catches me between the thumb and the forefinger the hand of a beautiful lady i look at her eyes and find no ends to her gaze the lady who knows everything knows what i'm thinking before i can speak she responds in a hollowed voice i have found every answer all of which amount to nothing there is no meaning there is no purpose and we seek only the impossible i'm not your legend your legend does not exist and with a breath she blew me back afloat and i picked up a gas of wind 这一次的有点悲伤呢知晓一切的女生知晓一切的女士久远的传说力游荡着一名女士一位全知的女士一位美丽的女士知晓所有的事一切的意义一切目的一切追求植物 有 Resource 现在我来了ocal adven me the mois of inaugural the final street 上次我有的是一切又 come from a Rück Union 又跷 卖有一切都令我失望 一切都弃我而去时 互有传说 最后的爱心闪耀 与博目的天际 直到有一天峰为俱停 我开始坠落 坠落永无止境 只是像羽毛一般轻柔 无神情的羽毛笔 羽毛笔 但一只手接住了我 一只美丽女士的手 我看向她的眼睛深邃无影 全知的女士一定知道我的思想 开口前她就以空洞之声回答 我知晓一切答案却回归于零 世界没有意义 世界没有目的 追寻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不是你的传说 你的传说并不存在 一阵吐息 她将我再次吹飞 我搭上了另一阵风 嗯 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似乎社团里的每个人 都更喜欢写些悲伤的事物 而非快乐的事 你很惊讶吗 我是说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 不是吗 人类不是二维生物 我想你应该比所有人都还要了解这一点 好恐怖哦 我先讲怎么说呢 他刚刚讲说人物都不是2D的这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就是看过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 他在后面会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我前面的那个Warning 那个警告 对 他就像是Undertale里面的Sans 他知道我是玩家 那种感觉 对他知道我是玩家 他也知道他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而已 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我后来回去看之前的记录的时候 我有发现到 他 他有时候不是会有讲一些 就是什么 今天是Monica的写作小技巧之类的吗 他里面讲的像上一集好像就讲到说 希望大家可以 很勤奋的去存档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好了 对不对 这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 从那一次发言开始 我就觉得他好像有点 嗯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 你说一围 啊啊 就是那样 总之 接下来是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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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Monica的今日写作小技巧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害怕写得不够好 而羞愉和别人分享自己写的 自己的写作呢 自己请祝全新写出来的作品 却只得到冷淡的反应 实在令人沮丧 就跟我的实况一样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你找到其他喜欢写作的人 那么分享起来就会轻松许多 因为与其只告诉你 你写得好 一般还是糟糕 他们更会注重一切使用到的内容 以及你可以加强的地方 这种方式更鼓励人 也让你想要继续进步 就像是拥有自己的小文学社一样 你不觉得吗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建议 感谢聆听 好吧给优理了 你想给我看看你的事吗 我想 我去给你拿来 来了来了 有part two耶 我们直接看中文好不好 我真的看不懂他的自己 很抱歉 灯下魅影 二 我卷曲的长发 竟然在 也可能是因为我词汇认知了不多 所以对不起 竟然在街灯的琥珀之光下 远方闪烁着蓝绿色的光辉 的灰光 长长的人影变 变 是变吗 变 什么 变错吗 变 交错 啊 对不起 长长的人影交错 阻隔了怪蛋的围观 我的心在跳 剪影在扩张 更近了 更近了 我撑开伞 想要长生于阴影之中 但我太扯了 他跨入琥珀光之下 闪在惊叫声 闪在惊叫中松作 灰光在闪入 灯光在闪烁 我的心在跳动 他则举起了手 时空凝滞 唯一的动态 只有他过长手臂上闪烁的琥珀光 灯光在摇曳的节奏 与我心跳可 同步 似乎在嘲笑我对 境遇的屈服 曾有幽灵感到温暖吗 不再试图理解 我笑了 理解已经不重要了 我触碰他的手 闪光停止 青绿色的幽灵 我的琥珀星 接下来给夏树 哼无聊 我觉得你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学到 说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还抱有希望 因为一开始我们有选一些夏树喜欢的词 但后来就几乎没有了 已经抓到诀窍了 诶什么我不觉得这首诗有那么糟啊 我哪里做错了吗 你该不会是想要打动优理吧 你你在说什么 还有你小声一点 你知道优理会喜欢这种 这种焦虑感 只因为 他是个有天赋的作家 并不代表 我是说 看来是我倒大霉了 我好像不经意触碰到他的逆铃 使得事情发展超出我的预料 我受够你了 夏树把我给他的诗塞毁了给我 拿走你的蠢诗 如果你是写给别人的 你就别拿给我看 这是系统叫我硬要选你的啊 你以为我喜欢这种 这种幼女体型的吗 如果你能够协助他们 其中一个的话 我想会有帮助的 当然啦 你想来帮我也可以哦 我很感激的 啊这 莫妮卡难道是在 建议我和其中一位社员 共度周末吧 不知道他们会对这样的建议 有什么反应呢 啊 我不介意有人帮忙 嗯 即使你不知道怎么做烘焙 我也有些脏活可以让你做 莫妮卡看起来不会让我来选 所以你就别死坐在那里了 夏树斥着嘀咕出一堆那样的理由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夏树你 你曾经提 提过你自己 你之前曾经提过 你想自己负责烘焙 如果你只把Yagid当做累赘的话 他可能不太想去 因此 他可能更适合来帮忙做装饰品 等等我可能没有那样说过 话说回来 你做点装饰品有多难 听起来像是在你在找借口好让Yagid呢 你在说什么 这个可是像极其细致的工作 难道烘焙就不是吗 你以为 各位各位 先冷静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让Yagid来决定自己想帮谁 除此之外 他可还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花点时间陪我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肯 我可以肯定他想要的是 你刚刚根本是在说 我也很吃惊 抱歉抱歉 我只是说说而已 天呐 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了吗 好 Yagid你应该没问题吧 最终还是得由你来决定哦 三个女生在抢我 好幸福 如果是那样的话 每个人的双眼都直挺挺的盯着我 我选择 我喜欢做装饰品 我喜欢做手工东西 我都是优理路线 好吧 我 我可能能帮上优理更多的忙吧 你只是印东西而已嘛 你烤蛋糕 我很喜欢烤蛋糕 可是 我不知道有办法不偷吃掉几个 所以 我 我吗 你是认真的吗 你怎么会 夏树 我知道你 准备要开始酸它了 我才没有 我只是想说 那么你到时候就去帮优理吧 Yagid 是的 这就是我要做的 我很开心 我有个坏习惯 就是会过度思考这些事情 所以 我认为你的协助应该很有用处 听起来不错呢 夏树 你一个人烘焙 没问题吧 我觉得还行 我都说我没问题了 好啦好啦 大家看得出夏树在闹别扭 不 我其实很感谢 对不起 我小题大做了 不过我还是得说 嗯 你最好跟我打赌 我的杯子蛋糕 是整个活动里面最好的部分 嗯 我相信你 好了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尽力的去做 这么一来 明今天就没有别的事了 我觉得是时候该离开咯 好吧 那我们走咯 我简直不敢相信 星期天 优理会来我家 我真的非常焦虑 尽管我也早已习惯和他相处了 但我依然不知道 我们在学校外时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仅如此 他还告诉我他很期待 这是不是让我去 需要去让彼此发生些什么机会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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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不过 等不起咯 好 好 我们现在这边 在 女生要来我家之前 我们先告一段落 先让我个时间整理东西嘛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是Yagiです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 如何做得更好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 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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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